版本《法律時代》 2014年 台灣正式邁有52種裕教 這是半世紀代最重要的教育運動 興致不向 好時間不減少 台灣教育將無代徒尊治癒 这个期待已久的逆许真的会来临了 这一次我们带你来看北中南东 这些孩子们的教育现场 以及他们面对新制度时的期待 勇敢和反派 一段最多光光 我只想说天天 我只想像天天 在那时我爱你 在那时我爱你 我只想像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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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人结婚 我和我天后的倔强 我曾风中发生了场 我曾为自己梦梦 是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 谢谢大家的分享 那因为我们刚刚 这里有两个穿下衣的诗篇 然后首先我跟大家介绍 李雪莉 然后她热烈掌声 她也是我们哲学星球的职工 常有关于新闻的 洪秀琴 请她来当主持人 那第二位呢 是要更正宗介绍 是我大学的老师 杨茂秀老师 所以在大家也可以看到 有的毛毛从基金会 所以也希望说 找出一个新的教育 我们小孩子的方式 那我现在先先把 麦克风先交给雪莉 请她先跟我们分享 这部影片 她制作的这个过程 那接下来再等雪莉 讲完超十三钟左右 我们来请杨茂秀老师 大概对这些 分享她对于教育的看法 以及即将来临十二年国交 或者以及她对于教育的想象 或是应该会是什么 那我们先热烈掌声 欢迎雪莉 大家好 我是李雪莉 然后很谢谢大家 都在这么冷的冬天 来看一个夏天的片子 然后这个片子还没有播音 我们其实没有 我们只有在一次电影院的手里 是邀请一些朋友来 接下来是要在电视上播 所以现在都还没有开始 那我先讲一讲为什么 我先要先请你做 好 那我先讲一讲为什么做这个片子 因为其实我在2000年到2008年 都是跑教育的路线 那后来我就去了两岸 去外派连进 可是回来了台湾以后 我一直觉得 就是说人才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就跑了世界以后 我发现说台湾这一块 好像最后还是要有教育来解决 那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 我就在想说 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孩子的声音 尤其是12年国教 就是你知道其实新闻每一年 其实过去一年有非常多的新闻专题 在讲12年国教 但是大部分都是说 pro and cons 就是家长到底之不适时反对 那生理国教的会考之后是怎么样 细节的 申学方式是怎么样 都谈非常非常细节的事情 可是教育的主题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孩子的声音 所以我们就去找了 就是当然有区域的考量 有性别的考量 有公司的考量 然后也有神像的考量 当然在这部片子里面 可能大家会觉得 好像都是家庭还不错的孩子 但其实东部的沈薇 他是低首度的 鼓鼓跳四个小孩 其他的除了一个建筑师的孩子 大部分的家庭都是 就是中产或者是 我想中产阶级的诗多 所以我不知道算不算中产 就是OK的家庭 那我们本来是 我想要找一个更弱势 比中屋更弱势的家庭 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给我们拍摄的 那这就牵涉到一个乐意的问题 就是有人说 那你就付钱给他 让他给你拍摄 可是对我来说 就是你付钱了这件事情 他又不够 就是不够合理的文明 在过程当中 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在第一线的老师 上面有很多的压力 这个压力包括说 他对于什么叫做好孩子的定义 什么才叫做 excellent的老师的孩子的定义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的冲突 我们进校园 他们一个都是冲突 就是大部分的校园是 不愿意让你进去的 他怕人去找麻烦 所以包括进补习班 他说你可不可以 你知道拍我在打小孩吗 这是违法的 那我们要经过人家的同意 而且要拍摄到这个画面 其实都不太有 我们就是用合法的方式去说服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拍这个骗子 我想进入最正式的孩子 那像这个英国宋威德 就是宋威德父亲 他一开始的原因 他说台湾面一定很糟糕 就是指拍一个孩子最脆弱的那一面 那后来你看到他爸爸说 他其实唯一会讲的这个中文字 是补习班 对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其实不只是进入 每一个孩子的生命里 我们是进入每一个家庭里面 那我才发现说台湾真的是一个 现在这个我们今天的活动里 我这样写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奇迹之道 我们创造非常多的教育奇迹 我们有最密集的补习班 你们知道补习班加数有多少 我们升学补习班有1万家 那1万家里面 中小学的升学补习班有8成 这个数字几乎就集追我们的 那个7-11这些零售店 我们的小7的那个加数 那我们的最疲乏的教育 我们有最学习疲乏的孩子 我们有公式最长的孩子 孩子的睡眠可能都比我们少 然后还有我们有最 呃 最 你看最挫折的家长吧 所以每个家长在谈到孩子的时候 几乎是要掉累的 这个五六年级的家长 就像以前我们若比时候说的 他们其实不再是一世定终胜的 可是在台湾这个环境里面 他找不到更多元的价值 更多元的选择的时候 他只能走治愈这条路 为什么要走治愈这条路 因为只有找到最好的学校 才有最多的资源 这是为什么他们只能有这样的一条路 比如说我们刚刚在跟老师谈 如果说每个学校都能像台东的东东高官一样 我们有这么多元的学校 比如说有位澎门 我问你为什么上十大附中 他说制服很漂亮 我没有别的理由 他说因为大家都觉得那是一个好学校 那我们就在不断地跟他们的谈论 说那你觉得他为什么是一个好学校 他说其实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的分数拍得比较前面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 即使15岁的孩子 他都不一定有所谓的critical thinking 他根本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选择 为什么做这个choice 他们其实背后是不清楚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四个多月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他们也不断地在跟我们 就是在访团队对话 跟他们的父母对话 然后其实你可以看到每个家庭的冲突 包括说圆灵症 圆灵症其实台湾武器班 秘境度最高的一个症 那圆灵症的陈威 对不起 那个亮席 就觉得他爸爸开始看到他的亮席 你知道亮席很喜欢做职工 可是他就说你看 他说他同学有很多伟志工的现象 那我们就会怎么来看这个现象 他就说其实也可能用假承证 因为做伟志工做久了也可能会喜欢 然后或者是我们在看到东部的成威 我说12年国教对宝藏国中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他说大家的品性都变好了 为什么 因为要加奖你知道吗 要去销锅 所以你就会看到12年国教 大家还是会遵循12年国教的那个指标 不管是说他是职工服务 还是说他要成绩会告 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制度的 他其实牵动的是每一个家庭 他每一个小孩 那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说其实我们做这部片子 还很重要的是 想要告诉教学现场的老师 你们要改变了 包括说我们现在同级数字 九成的15岁孩子 他们是有练书的 然后有五成是有智慧性手机 他们其实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在学习 可是我们教学现场一直没有改变 我们教学现场大概八成的老师 还都是在讲述的五成 所以大概有三成的学生 他觉得去上学是非常浪费生命的 然后还有三成的学生说 他在学校根本没有学到 我像听不到老师在讲什么 听不懂 所以这样的挨懂 我们的有效学习是非常糟糕的状况 然后大家都认为schooling 就是上学就在学习 其实schooling跟培计定完全是不一样的 上学不代表在学习 那学习也不是只有在教室里 那大概是 就是说我们从 其实这部片子我希望家长来看 因为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孩子 每一天在什么样的处境里面 我想我先把两个都给老师 等一下 当然可能学历要先想一下 因为在这部影片 有留 刚刚你也讲说小孩子 其实不知道他的自发的选择是什么 可是在影片最后里面 却告诉我们说 每个人有一个很明确的梦想 那知道他们这种很明确的梦想 是来自于他们自发的选择吗 就是等一下晚一点 再结束 在第二轮的时候 再麻烦你想一下回答一下 那老师 谢谢 大家乐烈掌声一下 热烈掌声一下 那天我就接到许丽的电话 那老师 我叫你许丽 你记得我吗 记得记得 我跟你一起去拦语 那是十年前的事 然后她要我来做这件事 我立刻把你 但是我要了解 所以我们在南华总经常会 看过这个影片 也有一些小孩讨论 不重要 重要就是她刚才要说的时候 我很想把麦克风先拿来说 现在我要说的那段话 我有一本书叫做 我好好实施自己做 那这个序 我就找了一个 在新闻界服务到受不了的 去当老师的人 那叫唐林胜 他 我 写那个书的时候 我要写一个序 要 请你 讲你的例子 我知道他很多例子 他说有啊 我可以跟你讲 这个 你小孩的差别是什么 我说好 我请说 他说我 我教的班是五年级的小孩 有一天 这个 第四节课 这两个小孩 打架 头破血流 不得了的惨烈 那么一阵子就叫他们过来 你们怎么打 我不得过 谁对谁错 这几次 重要的是说 你 午饭之后 中午休之后 要和好如初来看我 午饭之后 两个勾签搭配 来找老师 老师 我们和好 老师 不信 真的吗 真的 不信 你问我们同学 他们同学都好了 他好了 我们还在那边打篮球 他们一组 然后非常合作 讲了很久 女生还是不相信 那个眼神是怀疑的 那个脸色是说 嗯 不可能 结果 那个小孩说 神经一定要相信我们 我们是小孩 又不是大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想想说 其实小孩跟大人 我们以为 有差别或没差别 可是我们自己想 看过他们的世界 相当精彩 第二个故事 我要说的就是 嗯 嗯 我特别想说这个故事 因为它很重要 重要是什么 重要的是我所了解 郝老师的好父母 是什么样子 我看到的一个样子 嗯 哥翠山 现在如果你知道 你看到五夜八零 那个片子 跟哥翠山 没有关系 他是主张 一直有写作的人 他在哈佛念书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哈佛没有语下 没有女生 但是他在语下 上课 但是可以到哈佛来选修 哥翠山是在那里念书 后来他变成了 William James的学生 他去上一个德国 实验技術教授的课 他觉得他很优秀的 应该去选择 那个研究所的课 就来选他的课 很棒 可是有一段时间 那时候开始 风 戏剧 要看歌剧 那就一个月没有去上课 后来 提莫卡 提莫卡 后来都不会 然后歌剧又要上演 今天要看两场 所以他就学说 Dear Professor 我今天没有考试的心情 对不起 来吧 又走了 他从考卷发下来看来 他说 小姐 我长安仔路有点这种心情 我完全了解 他给他 他教学生涯赢的最高分 A plus 他一直毕业了 怎么可以再给他分数呢 他真是负大的责任 就是说 我要去看歌曲 Torren老师知道 这是他的故事 我们有那种表示吗 再说第三个故事 这故事说完 主持人应该要叫我闭嘴 这个是Bot Moise 是晶片发明的人之一 他在一个人要college念书 他的指导教学 Bron Gay 来过师导理系 教过两个星期 我在那里 因为他的医生就是我的岳父 我到那边去的时候 他说 你要去打工的路上 你可以进过我的家 如果你可以开我的家门 你可以进来 里面很多 Sonic experiment的东西 可以玩 可以很多的实验 他的钥匙挂在那个门上 有一个小圈牵 你是要摆动 摆到你可以 兜到那个钥匙下来 就可以进去 他是这样一个很有游戏心理 他的学生Bot Moise 是一个牧师的小孩 进了学校 第一个礼拜 就去Torren家的猪 在学校考银匙 可以抓到 他们是那个导师系统 所以那个导师就跟警察说 小谷我 我把他变成一个对社会保抑的人 所以教育他 第二学期 他在图书馆上面 开营火会 当然就不可以 所以又被警察逮了 又他把他做 大师那一年 物理学史 毕修课 期末考 他没有来 所以这个导师就是找他 找他们的房间 发现 满路这都是石头 然后发现他 在看一个石头 他看到老师 糟糕 今天物理考试 对不对 对 那你怎么没有来 老师 前不久去Colorado 把学 带了这个石头 一直都没有空好好看 那今天我想 没死 我就看 没想到是没考试 那怎么办 他说 你因为研究物理 我忘记物理考试 得到A plus 所以他毕业了 毕业之后 到MIT去 所以他后来 发明这个 他将他的 公司的股票 很少数 接给Greenfield College 那一种college教学 其实全是机会负零 他带我去 他给他做了一个小的 观察天下 他带我上去看 他说 这是Bob Noyes 给我做的 他知道我喜欢看 上面的亮点 很多都已经在了 其实 宇宙间很重要的 它是石头 那 这两个人 这个Bob Noyes 后来 他有一个撞记 这个撞记 我觉得 让我感觉到 是什么样子 好老实 我一直说 今天我们让这个聚会 我很想来只是说故事 说那个好老实的故事 最后我要说一个 我要请问 这里面 没有打过小孩的主手 或没有被打过的主手 一只手有没有吗 我 我现在来说这个实验 是我在台中做的一个实验 你看那个小孩怎么样 量解大 而且我们向他学习 如果带一个团体 每个礼拜 做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 就是把我们学习的探索 父母跟小孩一起来的 有一天 那一群小孩说 老师今天可以请大人离开 有没有小孩自己来 那些爸爸妈妈说 好啊我们就走了 他们就开门就走了 我要走 老师你不算小孩 我说好 那我就留下来 那你今天为什么要带 他说我们今天要谈 老师的创意处罚 这是我们的创意处罚 那时候在谈创意处罚 他还住在一起 他有一个小孩 四年纪 他就说 你们讲的东西什么 像我妈才厉害 我就那样的例子 他说我虽然四年纪 我跟我的这个弟弟 他幼稚人 我们都喜欢玩鸡木 我每一次做一个鸡木 很精彩的时候 他就到我旁边 那个鸡木旁边跳舞 我的鸡木就倒了 几次之后 我才受不了 我就推他 推他 他就抓我 他抓我 我就催他 前面我妈都会看到 我催他 他看到 欺负你弟弟 过来 一巴掌打下去 回房间 今天晚上不准吃完饭 他回房间 不舒服 可是妈妈后来发现 自己的手掌有鞋印 他是打他那个姐姐 留下来的 在看他弟弟的指甲 是有平安 我说 哇 糟糕 是不是打架 不是欺负 所以他爸爸在远方工作 那天正好回来 他就说 诶 各位都来讲 我怕很多 打错了 一下来就说 我打错了 算上一次了 我们就开始像你这样笑 那我还愿意算什么 如果没有上一次 那算下一次 我们就很生气的 开始 讲他妈妈的不是 他突然间就变了 他说 你以为我妈妈 就全不对吗 我妈很辛苦 他只是乱打 其他都很好 那他开始讲他妈妈多辛苦 因为 阿公阿嬷的中风 他又要每天上班很早 抱歉不在 所以他做好多好多的事 说说说说 门突然间打开 所有的父母都冲进来 他们即使没有离开 就在那边听这些小孩 每一个都抱着自己的小孩哭 然后都说对不起 那些小孩 差不多同样的声音都说没关系 为什么要说没关系 他还要告诉你生活关系 可是我觉得在这里 那些小孩 你看 像邪恶人被你处罚等等 他有很多面向的思考 我们有没有去讨厌这个 我常常问 打小孩子 你没有打错 打错怎么办 我不是主张绝对不可以打小孩 我不是想 我只是想 就是说 你做 做父母的羊 你这有机会 刚好是不太有机会 好 我暂时说到这边 好 那我就想到 下一次我们这些星期五 可以办一个对谈 就是十一跟羊毛球的对谈 在这个 因为我想说 在我们的时间上面 我还是想说 让大家能够 他问 就是说 他们能够 直接问上面 两位的 讲者 他们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从现在就开始 先开放 让大家来问 好吧 先有三个人 然后 请一个问题 你的发言时间 不要超过一分钟 你可以做comment 你可以 你可以 问你想要问的问题 有没有 现场有没有想要问 好 一位 来再来 好 没关系 我们当作 慢慢暖机 哎呦 一位 不是 好 两位 好 来 我想说一下 李雪莉小姐 就是 你在拍一部片的时候 有点自信 有众 那个 房众坚明来说 15岁的时候 在想生活 那我想说你 15岁的时候 你在想生活 好 那来 谢谢 我们现在 从他现在来看的时候 不见得能够看出说 他15岁 所以要做的事情 跟现在一样 那个 来 再来 命运 我刚刚在看这个片子的时候 想到很多事情 但是 我只想 讲一个 我觉得比较好玩 就是说 我觉得到我这个年纪 还在考试 真的 就是 公司里面的一些考读 他真的 是要考试 证照 然后 包括 然后 就是说 有很多种考试的形式 是不只是你在学校的时候 像你出去以往 还是在考试 然后 呃 应该说 公司的考课 他在看你这个人的时候 他看的也是一些很 就我们来讲 是很没有意义的指标 比如说你上班 十次多少 类似这种物料的东西 那我觉得 这个问题就是说 不只是学校 我觉得这个 可能 可能就是 要去考虑 就是说 是不是 这个价值观 这个渗透的程度 因为 我觉得到 不管到哪一个年纪 好像这种 红丝一直在 这是我 我今天的感触 那我不知道 就是说 那个 那个 李小姐以后 会不会考虑 往这个方向去 探索 因为我觉得 台湾的那个 竞争力不好 也是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说很多公司 航号 的老板 他同老就是很 讲话 所以他把一些事情 都 就是说 就是说他 关注的事情 是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然后使得这个 企业的精神 你本身也变成 你是说 检查手帕 會生死之类的 对 那个 我 不过我们 我觉得我们要 稍微问一下好了 那个 在场的朋友 赞成考试的 举手 觉得 赞成考试 认为 考试还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 方法和手段的 请举手 好不好 好 然后请放一下 那认为呢 完全不需要考试 请举手 等一下我们 就开始会有一些交集 那 那 认为呢 只要有 适当的 比例的 考试 请举手 我们走中间的好了 好 好 这些举手的 朋友呢 你在 手还是举着 然后赞成 一定要考试的 请举手 一定要考试 一样一样举手 所以我们会发现 大家可以帮一下 所以我们可以 发现 其实 完全不要考试 其实是少数 好 在我们的心态里面 好 可能是少数 好 来 来 来 请放下 你是要问问题吗 你是要问问题 我们先让那个雪莉 跟老师先回答 好不好 来 我觉得今天主角不是我 我跟你说 我小伙十五岁 但是我十五岁 那时候 因为我是 读一个私立学校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 我就要告诉你 我这时候 我每天在想就是 我怎样不被霸凌 为什么会被霸凌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世界是充满霸凌 因为我觉得孩子的世界是充满霸凌 大大小小的霸凌 只是不知道 也充满了老师的霸凌 我觉得那是整个系统的问题 那我看到 棚文他们 就现在这个学生 其实还是班排名校排名 大部分五千以上的学生 学校都有排 而且排得非常仔细 尽管教育部 这个 三例为真 所以我们片子一出来了以后 呃 我教授就发了一个兴奋稿 他就说 某媒体 最近发布这些东西 那 希望大家不能够再排名 OK 那我就说 我十五岁的时候 我一直在 所以也是因为十五岁 让我现在很关心 就是 那个十五岁的 我经历了那样的东西 包括阶级的霸凌 因为学校里面 有非常非常多有钱的人 那是一个阶级的霸凌 有讨好 可以换到很多的attention 然后同学的霸凌 但是 我学长不是 对那个学校不是很公平 但是 我如果十五岁的时候 我在想说 呃 若有现在我的智慧的话 我的语言 我会说那个 最近很流行的 和他俄栏说的 我说 平庸的人也会犯他们当罪恶 我觉得每个人都小贤小恶 但是我从孩子和老师的身上 家长的身上 我都看到 嗯 那种平庸的额 那个平庸的额 包括就是说 反正 我就是有power 那我的理念一下有什么关系 那 反正 反正系统就这样子 系统就说要考试要评论 我干嘛那么关注你们每一个学生的差异性 我会觉得台湾教育解析是很distorted 他没有看到每一个孩子的可能性和价值 他也不知道他的power是怎么样的领略 好 例如说我看到那个 我跟大家玩一个游戏 大家看到我的手做一件事情好不好 跟着我做 食指伸出来 好 放在耳朵 耳朵上好吗 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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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耳朵 放耳朵的军手 OK 放下 因为他们没有看你 因为他们都有看我 就是有权力的人他做什么事的时候 你其实不是听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他说什么 你不是听他说什么 你听他做什么 所以放嘴巴的人就是 还是有 那你比较有批判性思考 就意思是说 很多人不是在听你说什么 而是看你做什么 小孩子也是一样 小孩子对于有权力的人 他是看他做了什么事 所以我说生理佛教 他说贬事嘛 其实没有贬事嘛 他不是会考吧 所以我会到所有孩子都说 其实他们最希望是 真的叫我免试 如果你不是免试 你为什么要讲什么 免试入学呢 不是嘛 那我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不断的告诉自己 为什么假设我拿到这个意后 如果你知道那个 刘太烈 刘太烈也在追杀艾希曼的时候 都以为他是一个十二名字 不设的人 对不对 就觉得他设计了这个 纳粹的其中一个制度 没错吧 是吧 艾希曼 艾希曼 他被抓回去審判 他被抓回去審判 是当日一半的终极的公务员 但是大家都以为他十二五射 可是事实上後来觉得 就是很多人发现他站在那个 那个讲台上 他是 整排讲台上他是一个 其实还是 听说他是蛮好的父亲 他是一个就是 照本宣科 然后就是奉公守法的 一个公务员 這個依法行政的功能 對 但是這樣的人也能夠犯罪 所以我在自己在這樣的拍攝過程當中 我覺得很多人是可以有改變的機會 但是他不願意去改變 包括我們的教學 包括我們的投材的關係 包括老師在經營教室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反正我就做到了 98老師都是假等啊 我幹嘛那麼盡力呢 我們真的是一個沒有淘汰制度的地方 我也可以活得很好 我為什麼要這麼累呢 那我覺得這個整個體系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說真的沒有點 它就是一個平衡得惡 那為什麼我們容許這樣的事情呢 所以你說我55歲 為什麼到現在38歲還這麼不分情啊 就是我覺得那個過程當中 並沒有看到真正的改變 沒有看到本質上的改變 就是我們一直在假公平 跟真多元之間搖擺 但是我們還是相信假公平啊 我們以為你靠就是最公平的事情 我們覺得 因為我們不相信真的人多元 我們還沒有辦法處理到 真的人多元的價值 看到每一個人的亮點 所以吳寶春那個 曾亞明 再怎麼樣解救這兩個人 我們不相信 我的孩子可以變成能量 我們永遠不相信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台灣教育幾些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希望呢 大家說要回復一綱一本 大家說那孩子回去也很好 如果我們還是相信說 這樣的世界是比較公平的 這樣的世界是我們要的 台灣這些路都擺走了 那剛剛青苔問我一件事說 孩子對過我的方向 我問到潘晶晶的時候 我問他三遍 三遍講的都不一樣 我說潘晶晶每次講的都不一樣 我說你們大人就很喜歡問啊 就突然很 就你在他上學到一些事情的就是 但是對啊其實他沒想出來 你幹嘛逼他呢 然後每次push他要去問 當然很好就是 他可能也會反思 可是有一種狀況是 我們用大人的power 去跟他對話的時候 他根本還沒想透 可是他會有壓力 然後又要說 Yes I have to answer you Right 那還有一個老師 很好玩的 那個老師 那個老師非常認真的教學 他是一個 要是光榮國中還是 台中還不太清楚 他就有一次要跟學生對話的時候 他就說你這考卷這個答案寫對了 他說對啊 可是這是你要的答案 那是一個開放題 他說這個是老師你要的答案 老師你要的答案 不一定是我的答案 那結果讓那個老師 非常的重新思考 就說對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 我用我的權力 來告訴你答案是什麼嗎 真的不是如此 所以後來那個老師 因為那個moment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critical moment 就是這種改變 那個老師後來 他完全翻轉了他的教育的方式 他非常尊重學生 他非常尊重學生 讓學生教他自己的意見 而不是他自己的答案 那我不知道有沒有回答 就是對 好 OK 好 那我們 呃 在開放 當然沒有我要問亞老師了嘛 好 所以我們在開放一輪好不好 對 一個 來 開放你 之前 所以還有 先開 好 兩個三個四個 好 那我們先從這裡 來 求求你 一分鐘 好 拜託 問 第一個 請問 學衛生結業師 這部 每個四個歲 有沒有機會上院 一些會的 待一見的老師 請問在 沒見上院 請 其實在 工作人員會上發表演 那 楊老師好 我大學的時候 大學也好不曾經 考上東海大學者學習 那 以前唸得非常非常辛苦 因為我 不是 學藝術的 文家師和 內藝術 但是現在 年紀大了 我過來看 我 體驗到 學哲學是非常非常 珍貴的經驗 那我也很好奇 老師的養成背景 那我也 為什麼要創立 忙忙創立 就 自己做 好 那 再 先說幾萬一問 來 來 你好 我想要問一下 醫學的意義小姐 就是 剛剛 你有提到說 就是 有那個 小朋友他們說想要考試大學 那你問他為什麼想要 他其實也不知道 就是 反正大家都覺得好 然後他就去念 這讓我想到我 就是 我 成長的階段 其實我看到很多同學 就是看到他們家長就是在 對 對那個孩子要念書的態度的時候 也會讓我感覺到 有一種 萬般階下品 我有讀書高的 那種氛圍 至少在我 特別在我國中的階段 是很明顯的 那我想問說 那 當你在採訪這個 在做這個影片的時候 你有沒有遇到一些 家長或是老師 或是甚至 就是孩子他們自己 也有這樣子的 就是 想法 就是 我想看你能不能分享一下 你拍這個影片的時候 跟這個相關的幾片 謝謝 謝謝 好 那剛剛其實提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是 我們長大人會覺得 小孩子是沒有想到 然後 告訴你 你要做夢想 不知道 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他夢想是什麼 所以可能是 有一個可能 不是他不知道 可能從他沒有給他機會 讓他去想他的夢想是什麼 那 還有剛剛我們開談的時候 其實我們開談到 那個 學藝在講說 討好的問題 因為小孩子當我們給他很多壓力的時候 到大學也是一樣 你 你只要 多給一點壓力的時候 你會 小孩子會很聰明的 知道你要什麼 開始討好你 他們就會變得一樣 公立的人 實際上他不會講這個話 那 這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來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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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 我現在是就讀大同高中 對 然後 大同高中 七年級 三年級 三年級 然後就是剛才其實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其實就看到也是三年級的樣子 對 當然我現在也是 什麼樣子 是想飛的15歲嗎 耶 還是 就是 然後就是在那種 就是在那個教室裡面 然後就是坐著來考試啊 什麼 然後 其實每天 不知道為什麼要這麼做 對 我其實就看到我是 我那時候的樣子 然後就是大家說 老師們有說 你要去前章資源 你要去什麼學校 就是 我就是 那時候也沒想法 就是 那時候也是 就是 說 好 前章資源 那時候真的去評評看嘛 對 所以我就是在這 那種 剛才看完這部片的時候 就想到 這不就是我三年前那個樣子嗎 對 然後其實 我主要講幾件事 就是 我其實覺得就是 我在高中 大概幾年下來觀察下去 其實我覺得 十二年國教 我覺得 它會最大的失敗 我覺得應該是 大部分 就是我覺得 我可以遇見它最大的失敗 我覺得是在於老師 因為其實就是 整體老師而已 他們教學的態度 其實我覺得是沒有 任何改變的 對 包括可能是 現在國中教學 當然老師們 他們還是用以前的那一整套教學 就我每次回去我國中 一直看我 我老師他們上課 他們教學方法 和我以前 那時候在考基設 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然後就是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現在高中的老師 其實面對十二年國教 他們的教學 他們也是沒有任何改變的 包括我覺得 嗯 我一直覺得十二年國教 應該落實的是 我們高中的選修 可是 老師嘛 可是就是 包括整體教學部 和老師嘛 他們其實 我覺得他們的想法 還是沒有改變 他們還是覺得說 就是我教什麼 你就寫什麼 就對了 然後 然後 好 我們跟大家講 時間 那這個問題 可能要請楊老師 來回答 其實 教改最困難的是 改變老師 還有家長 我們好像覺得 都是不是可以 小孩子的教育 來 大家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你能不能再介紹 你做什麼 我們才可以看到 你的身分 所講出來的問題 那他好像在高中任教 叫什麼 叫公民 叫公民 好 那可以麻煩你繼續 好 我想請教一下 李雪莉 就是 像我們在做這個專案的時候 因為我非常深刻是 可以像之前 就是有針對1990 就是一個G994 第一次教育 然後十年的 完全疑似 那裡是有一個專案 然後是訪問你的小孩 那分別也是 台北有青春國中 然後等等 彰化的原斗 我從這裡我還記得 但是那個衝擊 都對我太大了 那我想知道 你們在內部做的時候 那 之前那個案子 跟這個案子之間 其實我覺得有一種 很 很有趣的一個 關聯性 最大的關聯就是 黃白駱佛 對 對 所以 馬上就勾起我這個回憶 那說 你們在內部做的時候 有沒有什麼有趣的一些事情 你 你是不是要問他們說 在他們之前做到現在做的時候 有什麼長進 是不是 這就是他們 對 就觀察上面來講的話 怎麼改變 怎麼改變 好 謝謝 那我故意的啦 一定要調一下 後 後面還有一位 是不是 還有一位 還有一位 沒有沒有 沒有了齁 好 來 我們先請楊老師 先說那位高中學生的問題 或者是他意期 12年國家會失敗的原因 就是老師作用改變 那我剛剛去參加 12年國家有關生命教育 學生命教育 課綱 我被做 叫做 叫做 尋尋 我也回去 去聽聽他們 基層的人說什麼 基層的老師 校長都說 這是沒有希望的 都說 我們是不是沒有演練的人 就是老師的支持 是不是沒有演練 那我就說 為什麼 我們還要這樣做 他說 這是因為已經決定了 所以我們現在在補 類似到了19 2007 2007 2007才會真正 2007 2007才會做 2007才會做 可是現在已經開跑了 所以我們真的叫做 沒有預備好 就來補這個事情 那他們是覺得 跟你們的觀察是一樣的 就是這樣做下去 沒有進步 不會進步 就像那個師律名教改 那個晚會主持人是我的時候 我就感覺到 那時候的那個氛圍啊 光立方教授問我說 那有沒有進步 我真的覺得 可能那口氣是沒有進步 我完全同意 你為什麼 是因為 你說的一樣 徒習班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然後我就要回答 你看就是 如何可能 在這樣的氛圍裡面 我們有沒有希望 我有太好的希望 但最爛的時候 就是我們最有希望的時候 這個希望在哪裡 我來相信 教室的門一關起來 負責人是誰 那個老師 教室裡面的關起來 就把那個什麼 系統啊 其他的都關在外面 你要負責 真的要負責 那我們回到你的問題 覺得是哲學是很重要的 那 老師說 我對台灣的哲學教育 是徹底底的失望 我才會去做恩助學 我們要參考 很多的 先進所得來的東西 可是那個先進 他們是生活在普通的生活裡面 長出哲學問題 為什麼不能從那邊開始 那邊開始 一定要把教學 當作一種藝術 從藝術的觀點來看 一切都是可能的 它是最先進 最有批判的一個東西 那 說來話說 那後來為什麼 我去創立了 澳龍哲學基金會 來推展這個東西 是這樣 一開始 是我的女朋友 那個時候 我住在修道院 住在福人大學 神學院裡面 我很想變成一個神父 我看耶穌的生活方式 好像很適合我 可是後來 我在那裡面 還沒有來得及 觀察夠 我就交了女朋友 然後我得到福人大學 的整學金到日本 去京都大學 跟同志盛大學 去做這個短期的 這個進修的時候 介紹我的人 就是說 這是 楊茂秀神父 耶穌慧師 因為他看了我 那我介紹我自己的時候 我就說 我是楊茂秀 我跟我的太太一起來 他們說 有那麼先進嗎 所以 我在這個過程裡面 看到 他們以為你是神父 帶著太太來 對 以為是那麼先進 其實 我在那個修宴裡面 是感覺到 某一種開放 那種開放 要說一點點故事 來參與一次 你說的 學哲學是不是真的 那麼好 我覺得 我剛才說的 是徹徹底底的失望 就是我們都在讀別人的東西 沒有真正回到我們 關心的字 那我開始的時候 我太太那時候給我 一篇東西 因為我想寫我的故事 所以她開始寫我的故事 她說 欸 你這個故事 已經有人做成計劃 按照那個方式在做 就 Mancher State University 她們已經在做 任本已經開始做 我立刻給她寫棄 馬上回覆 就邀我去參加 哈佛大學 那個時候的一個演習 我去了 我去了 這個要在這邊說一下 我去的時候 跟那個 Gathering Matthews 同一個 section 她的東西現在全部做成書 我們認為在廣告床做的書 是 《哲學三小》 《三小》 就是那個 那個三本書 它談論 那個 很多批評PRC 批評很多人的這個方式 我跟她一起分享的時候 對台灣的教育 有相當多的批評 然後我們馬上接到這樣一個回憶 她說 當你剛才領國 你不到三個月 我說對 你現在在哪裡 我說我現在在愛荷華大學 即將進去 我說 可是你的教育都在台灣受了 那你把台灣的教育批評得一塌糊塗 那你沒有看不錯 那如果是你要怎麼回答 我就回答是說 中國話 有一句話就是 唯上智以下語度移 就是最好的跟最差的 其實不會有多大的改變 所以我們到現在 一直在做的就是 各位都知道 我們現在台灣 只要不山不是的地方 就是最糟糕的地方 什麼叫做不山不是 不在山區 不在市區 在那個普普通通的學校 所以沒有人照顧 可是那是台灣主流的這個學校 沒有耶 沒有在這邊 有任何的動作 這樣 六 我試著回答 六 我先回答建凱 就是說 跟1999年做的時候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很大的不同 一個是 我看到兩個現象 是在這個片子裡 沒辦法處理的 就是階級M化的問題 越來越嚴重 那其實我們拍這過程當中 有些都是為了保護孩子 因為他們非常年輕 就是有一些那個 miss behavior 我們是沒有揭露了 那就會發現說 他們在學力 能力的力上面 有極大的落差 就是一個15歲的孩子 可能有這麼這麼大的落差 這是過去在1999年 我覺得不會有這麼明顯的差異 那第二個 我感覺到的是 科技帶來的改變 那科技現在如果大家知道 一個小時會有200個網站 新的網站 然後一天會有兩億個 兩億個那個 影片出來的話 你就知道那個科技帶來的影響 有多大 那會不會應用科技這件事 我當然覺得老師還是主角 就是不是說 科技來了 老師就是入駕 不是這個樣子 但是因為現在大家都在講 這個food cluster 就是翻轉教室 也就是說 老師不再只是 知識的累積傳授而已 他必須要更多的diagnosis 然後引導 然後教孩子怎麼問問題 然後還有就這樣怎麼討論 思辨 那在我過去採訪 哈國大學的過程當中 他們就提出一件事情 他說哈國大學的學生是很聰明 然後很會考試 但是他們不一定會問問題 也不知道怎麼問問題 解決問題 那至於對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就是說 假設說孩子都是帶著misconcept 就是一個錯誤的觀念來學習的時候 還有他不習慣主動學習 他們被動學習的時候 其實你就算考得再好的分數 你對於概念的了解還是不清楚的 所以哈國大學的一個box center 他們就是一個teach center 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即使唸到了那個哈佛的博士對不對 都是最優秀的博士了 然後去教書了 他發現老師並不一定會教學 所以教學這個藝術 不是你唸到博士你就會的 或者是說你懂得教學吧 它是要不斷的精進的 所以他們開始 剛剛老師說把門關起來 我想可能是另外一個意思 就是說你要做自己的主人 而不要受這個體系的影響 是不是 不是啊 那你待會再補充 有你的事 等一下 我的想法是警察跟老師 我不知道還有一個更 可能軍隊啊 就是最保守的幾個group 那這幾個group 是彼此不相往來的 我譬如說老師跟另外一間教師 跟A教師跟B教師永遠不相通 那這種狀況下 其實老師根本不知道 什麼叫 absolute teaching 他們不知道教學方法 什麼是好的 譬如說我習慣跟這邊的人講話 因為這邊的表現比較好 對我回應比較多 或是說他的成績比較好 可是對其他的同學來說 這就是不公平的 因為我們人會有一些慣性 那所以他們開始做一件事是說 老師自己必須要 可能要錄自己的影 知道說自己大概 在教學的方法上 會有一些什麼誤差 那還有幾個東西 因為在座有一些老師 就是他們開始做小組的 一個老師必須要知道怎麼小組 分組 譬如說是S級的分組 把最好的學生跟中間的學生 還有最差的學生分在一組 然後讓最好的學生 來帶領最差的學生 他可能可以學習到很多不同的能力 有些人學習到聆聽的能力 有些人學習到解決問題的能力 然後另外一個 他就是要由EW者前選 因為我說現在孩子很大的問題 是在於他的情緒上的困擾 所以這個會影響 如果他不是一個情緒好的狀態的話 他學習的狀態也不會太好 所以變成現在老師還是要有一點 心理學的素養 還有心理學的背景 他才能夠針對不同的學生 能夠進來出他們的學習的狀態 所以他會有很多 還有包括教室外的學習 也就是說傳統那種講述方式 可能兩三層配留在教室 但是七八層你必須要在家裡面完成 自己來看書 而不是我們永遠三四五個人 要坐在一個班戟裡面 然後聽一個老師講述十分鐘 然後大家學習的進步都一樣 怎麼可能呢 因為我們現在補習的那麼多對不對 每個人都帶著不同的知識進到教室裡面 所以我覺得跟過去很大不一樣 說M化的問題 現在我們剛來討論 到底教育要不要去紓緩 有沒有承擔這樣的責任 去紓緩我們階級M化的問題 我覺得這次可以好好討論 但第二個就是科技 我覺得是很不一樣 那回答那個剛剛這位同學對不對 你說孩子的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 你的問題是說 我想問說 其實我以前看到 大家會有那種 萬般階級 沒有高的觀念 那想問說 那現在呢 現在家長跟老師 或是孩子有沒有 我自己感覺就是我剛說 五六年級的父母 雖然是比較開放 也希望孩子能夠老自己的錢 但是因為環境並沒有真的多元的選擇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還是很心口不利 他們還是這個環境的產物嘛 所以像我遇到一個母親 她就說 我們只希望孩子快樂就好 不用考現金 但是去補習班 那個補習班老師說 那個媽媽其實說的 希望她女兒 女兒都跟她一樣好地的志願 所以這種心口不利是一直存在的 那我記得那個 美國有一個正常心理學校 Marchin Sullivan 她就做一個研究 第一個問題是問家長說 你們希望孩子成為什麼樣的人 她說 幸福 快樂 健康 投利 然後能夠跟她合作 能夠有挫折忍受益 她說 好 那你覺得你孩子在學校學什麼 她說學數學 科學 地理 歷史 就是我們要孩子成為的人 跟我們要他在學校學的東西 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我們不會說 孩子在學校是學 團隊合作 學挫折忍受益 我們不是這樣描述的 所以我們自己感覺就是 我們在外界的 學校之外的成功方程師 跟我們認為在學校之內的成功方程師 它是兩個世界 但是 好像 如果父母沒有足夠的道德勇氣 她就沒有辦法撐出這個東西 譬如說現在 我想很多在座父母 一定有很多賴的群組 沒有很多花宅的群組 都是家長的群組 你為什麼要加入這個群組 就是怕你的孩子肺部立場 或者是怕你的孩子 你沒有跟上訊息 可是這種種種的 這種文化和結構 會讓家長其實是很不敢勇敢的 做出判斷 那 所以我說 問一下 這可能老師也可以回答 我覺得文化還是一個最大的糾葛 那剛剛老師說 那個政策的問題是 我們現在就要另幹了 但是我自己也覺得 文化還是最大的包袱 我們立刻真的想起多遠 該你 我其實現在就想聽大家講話 我在這邊只會說故事 那我是覺得 要說 這個故事 作為我回答很多 我最近 有寫一本書即將出版 叫做 說給教育部怎麼聽的故事 那 教育部長是誰 應該是他家 但是我把它寫在中山引路 有一些退休的教育部長 現在都很猛 但是都還希望回到那個家 那因為 他們 那個家 沒有兄弟兒 所以到現在 我們還有 還沒有理性的教育部長 那 現在就是 有這樣的一個狀態 就是 那五個 這個 部長 回到家的時候 一定還要聽故事 那 聽故事 就是 找人去說故事給他們聽 但是 現在 誰在說故事給他們聽呢 因為他們父母都不在 他肢力也都不在身邊 所以 應該是 推他們 流裡去的 那 就是 外來 所以 外來要說各種話 因此他們要互相的翻譯 那中間 有一個故事 我只要說 短短的 那這個故事從 我帶來 Grammar Fantasy裡面的一個插圖來的 這個故事開始的時候 我是說一點點 就是說 有一個小孩在畫下來 他畫 一個小孩在畫下來 那他有畫的是 那一個小孩 有三隻腳 一隻腳是問號腳 另外一隻腳也是問號腳 他們用問號走路 所以每踏出來的一步 都是個問號 所以小孩其實用問號走路 第三隻腳是一個拐杖 掛在手上 他用那一隻拐杖 打架 打杖 畫畫 寫東西 你就繼續說 為什麼說 要說給教育部長聽的故事 我想 我們現在 一直在講教育政策 文化 對不對 你一直強調 是文化 對不對 好像我們的文化 還沒有大陸的地步 我其實不常常 我覺得 教育所最大的影響 來自政治 我覺得如果你不看政治的話 教育無解 一定是在政治上面 你看 那 最保守的應該 一個社會應該最保守是法律 這個 第二個 是教育 那第三個是什麼 對 對 對不起 政治一定要 現在我們想 按照我們現在想的 這不用革命最好 要怎麼樣 慢慢改進最好 對不對 可是我們會發現慢慢改進 好像 這過去我們的幾十年的教育 在我的觀察來說 不只是沒有進步 而且 是 有退步 那真的都沒有進步嗎 有 如果 我們可以將 schooling 跟education 分開 跟socialization 分開 能夠做這種區分的話 會比較好 會比較好 阿姨有沒有做 我們有做嗎 老師能不能解釋一下這三個的差別 OK 好 有一個小孩 他是Boston地區 他是醫生的小孩 所以他去上幼稚園 每一次去上幼稚園 就是groom to the rug 就是 黏在那邊聽老師說故事 他有一天 他就不小心尿下去 因為他家就在那個學校附近 所以老師說你回家換褲子 當他走出學校走回家的時候發現 他那些沒有上幼稚園的小孩 爬樹的爬樹 玩沙的玩沙 好快樂阿 從此 他到學校第一件事就是尿下去 然後就可以回家 所以他對他來說schooling 後來他真的認為學校應該廢除 不要學校 到現在他還是這樣主張 他認為schooling 其實他後來會想 是在做社會化的工作 要跟大家一樣 就是在做socialization 那跟大家一樣重要嗎? 你覺得也很重要 你的小孩要是跟大家都不一樣 你有很大的麻煩 你會變成很難生存 可是如果只是跟大家一樣 所以education其實在這個時候 要給他不同的style 不同的特别的地方 跟每一個不同 在individuality 那樣的各種產生 可是我們的教育好像 都沒有考慮這種東西 你說schooling socialization 跟什麼 education 它是不一樣的 schooling 就是應該有education在裡面 這是不一定的 好 好 我們再開放最後一輪 因為大家開始應該會有問題 來 1 2 3 等一下 我們先 因為我們10點要先結束 雪莉我們可以看影片嗎? 下半部 沒有 我說想看的 我可以看 可以 1 2 3是哪 來 解釋 來 我這邊 我有想到 我想要問一下李小姐 剛剛我們看那個影片 其實整個環境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們是處在這個環境下的家長 我現在是一位家長 那我們還能夠措施嗎? 就說你在一個觀察台灣的現場 跟大陸的現場 那我們 因為我們不可能去改變這個現場 對不對? 那我們家長能夠措施嗎? 這我想要請問 第二個就是剛剛楊老師 其實剛剛楊老師談的那個部分 也是我一直在跟我小朋友談 我就說其實大家都一樣在老師 那我覺得說 因為我的小孩不是那麼樣的頂尖 那些後的 比如說特色招生能看成吉巴的 那我會覺得說小朋友為了那個吉巴 完全他該有日後應該要帶著走的能力 我會覺得說他應該在這個階段 去做一個機會、一個學習 所以我才會考慮到說 你走出不一樣的 那剛剛就像楊老師講的 日後可能他的競爭力 因為小朋友 就像我記得你在那個母親 我剛才能講的 小朋友有競爭的壓力 對不對? 就是哪一個同學 曾經在哪一個階段 什麼樣的一個生活 對不對? 會有這種比較 那我會覺得說 這不一定是家長給他 真的就是這一個社會的氛圍 那目前因為呢 因為現在小朋友 真的他們處的壓力 供不懂五六年級不一樣 因為現在的小孩 每個人都非常聰明 那這種五六年級的話 就是會讀書成那30% 那反正大家都是資源都差不多嘛 可是現在小孩子真的是跟我們 完全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剛剛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家長還能夠做什麼 那真的走出不一樣的話 真的是會是競爭力嗎? 當然是不會 我猜猜應該是不會 只是說我想要走出這樣子一個部分 可是因為我先生也是五六年級 他說他 我剛才跟我朋友 我說我先生 他認為說 我以前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我也是活得好好的啊 那為什麼他就不能在這個環境 對就是這樣 他是適應能力好 適應能力好 適應能力好不見得是最好的方式 我會想個請問一個問題 那先問一下 你出閉 就是既然台灣大部分公司 是每次交感好像都失敗 你們快速都簡單跟我們說明一下 所以第一次整個交感 那制定理責道 總高教師 你教會步道 他整個政策的行程的過程 輪廓大概是怎麼樣 那是不是每次到最後都沒有人負責 那第二個問題 我想要問一下 楊老師 那就是剛剛主持人有說過說 好像考試是很多台灣人的惡夢 我記得在三個傻瓜 在北歐教育制度裡面 我想是因為 考試他們只是一個手段 他去讓大家知道他學習的成果 所以如果在北歐他們絕對公共不明示 他們覺得考試只是一個 知道你有沒有學好之後 不知道你哪裡學不好 是一個補強而已 那為什麼台灣就是完全變成了一個 教育變成了 它變成一個目標 很多的考試是為了最後 通過更重要的考試 然後像他影片中也提到 他會覺得 是他那個孩子 那個男生 反正昨天都補了 沒有考就浪費了 不對了 你不過是為了要學習 考試只是為了檢定 那這樣子的這個現象 到底有沒有 你怎麼看待考試 這個問題有沒有可能被改善 謝謝 好 謝謝 我是奧文來的學生 然後所以我那邊的教育 就已經是12年的免費部教育 然後我們也不用考試什麼 我們學校就是一條龍圖 這是小學 中學 高中 以另一所 就第一名的到畢業為止 所以我都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所以 可是我們並不是說 這沒有台灣的問題 我們的同學 這會PUSH我們 就是我的同學 可能他沒有家人的負責 沒有誰的負責 可是他們就會自己想說 我們要工作 我們要進入到這個現實社會裡面 我們需要放棄我們的理想 這些話 並不是大人跟我說 只是我的同學 跟我在畢業那一點 他們是這樣跟我說 我想說 然後我自己來練哲學四年之後 我現在我想回去做一些 就是我想 我希望 用看 可不可以用一些哲學的方式 讓個連一層的人 去找出來 就是讓他們去做一個選擇 可是 我去 那種選擇是不是 意思是說是 非 非賺錢以外的選擇 對對 然後可是 我回去 我猜 開始一個 點而已 大家要馬上跟我說 太辯證了 我都被這句話說過太多次 然後我想問 老師的話 就是 你覺得這樣真的太嚴陣了 你有點怕怕的對不對 對 還有 還有自我懷疑一下 來 我們 學弟 你要解釋制度的問題 老師 老師很棒的解決制度 我先回答那個 媽媽的教育 解決教育的方式 就是 我現在知道 我有一個直肥症 那個直肥症會因為 外在環境的影響 其實現在學教的定義 真的不一樣了 我們應該是用 培靜的 操縱態度 它可以發生在各種環境 環環節裡面 那如果說真的要選學校的話 我們台灣的選擇 比那麼多 但是 有人真的為了一些 那麼不一樣的學校 他到處本走 只是 我們像雙性家庭 也沒辦法做這個 這個犧牲 就是 它會是一個整局 加千里 夢無三千的 的一個 cost 那我們也沒辦法 所以能夠控制的就是 不要outsource你的教育被學校 比如說如果真的要 Bean Allison 對 不要外包你的教育被學校 然後不要相信說 就是 就是用一次一次的考試 來跟男孩子的教育 那你心就要非常的篤定 然後你要真的相信多元 然後你要用更長的時間 來跟男孩子的表現 然後最重要的指標就是 他是不是真的 很快樂的在學習 對 那這很辛苦 所以 你必須要拉方結派 找一群跟你一樣的人 沒有 有這樣子 所以你說小朋友 會在於他 就像那個變態的那個 夏天的小孩一樣 那這屬於自我要求的 可是你家房如果放輕鬆一點 所以孩子就不會sense到你的 如果你是心口不一的家長 他是會很敏感的 會去follow你的價值 因為他們很聰明 所以 只要你們夫妻倆 有任何一個原則 是不一致的 他就會知道 隨方隨抗 他就會知道說 其實你並不衷心的喜歡他 孩子能知道 誰喜歡他 誰不喜歡他 他做什麼行為 你會喜歡他 我對你是在於 對話來說 但是第一個要說的 就是 一次講競爭 如果不競爭 多好 就是 現在我們都在講競爭力 為什麼要再講競技力 如果不是競爭 那多好 現在我更忘記 我要回答什麼問題 教改 沒有人負責 教改沒有人負責 考試 考試的問題 考試的問題 先說考試 我最近在辦國際會議 講師 有一個Glasford大學來的教授 他跟我講一件事 他說 在我們 那一區域的那個學校 四十年前 就張桌子跟椅子燒掉 沒有那麼多桌子 很多的空 這個空間很像這裡 可以是多元的使用 或者像我們把桌子椅子定好了 很難討論 所以它很重要的是一個探索 第二個 他說 我們十五歲以前不做個考試 我們就做太多的考試 如果沒有 不是很好 一樣可以做個負責的進步 我覺得 那教改誰該負責 教改 一定的過程 政治要負最高的責任 因為教育改革 就是有民間 比如說 黃文雄教授 他當然 當時他提出來 小班小校 然後廣舍大學 但現在被攻擊了一套一套 到底有沒有進步 是不是有改革 那時候 我有參與這樣的一個過程 我覺得我們很大的錯誤是什麼 以為大學教授會對這個小學 中學的教育 懂得很多 所以我們常常 到一群人 一群人被邀到那個學校 要去解決疑難雜症 很多的大學教授到了小學 或中學 故事都不會說 不會跟小孩說話 你如何可能去解決它們 所以這個 政策的一個錯誤 產生之後 會產生 沒有辦法解決的關係 我們到現在 你說誰要負責 誰都 不需要負責 因為他沒有要負責 這個人是政治恐怖的地方 就是都不用負責 也是政治會恐怖的地方 那我回答一下好了 大家這幾年一直經歷快樂學習 我也沒跟老師 我不知道老師一件 但我一直覺得 沒有什麼快樂學習這件事 只有你真的學習到的東西 你很滿足的 現在才會快樂 因為學習過程 本來就是有甘有苦的 在那個 那個 加拿大 一個哲學會議場 痛到Rubin Quine Quine 很難得痛到他 因為上一個禮拜 我在他們學校 Quine是誰啊 Rubin Quine 這是美國 這個哲學很重要的一個 大堂 他有六千對學生 影響非常大 那 我說 我現在一個禮拜 在那邊想去拜訪你 你的學生Mary告訴我 你不用去找他 因為他 到了中午之後已經喝醉了 這個中午之前他還沒酒醒 所以我們去看他是沒有用 他說那是謠言 他說那是謠言 他那時候中風 我說我沒有讀你的一本書 最近很有感想 叫做 A Root of Reference 他說 Oh What do you think of that? 我說 我記得你 Page 37 你有一句話我非常的愛 他說哪一句話 他說 to learn is to learn to have fun 學習是學習 學習 取樂 他說那是什麼意思 請你解釋一下 因為那個句話 有很多可能會解釋 我說 就是因為學習到 學習是為你學會一個東西 會增加你的樂趣 比如那個小孩 很小的時候 他不會說牛奶 所以他要哭 媽媽會翻譯 爸爸會翻譯 這個是肚子餓 要喝牛奶 所以有時候爸爸媽媽不在身邊 他再哭也沒有用 那時候他學會怎麼樣 這個 黑冰箱 這個時候他學會一個東西 他的自由度增加 我說我姐是這樣 他說 他說那不是我的意思 to learn is to learn to have fun 不是快樂的事情 因為學習是快樂 好 有的共識 所以我在講一句話 剛剛老師講到政策這件事情 因為我過去有很多政策執行者 他是非常精英的 那工作如果我們岔上去看的話 就說到台東或花裂 你會發現說那女孩子 柏英的學生 他其實是沒有累積他的信心 所以他不敢講 那個程度上 就是我們認為說我們要釋放壓力 在北部來說 在台北部來說是釋放壓力 可是對於 因為他們已經有很多成功的經驗 不管是考試成績好 還是學小移情等等 他們有很多成功的經驗 所以這些孩子 你會覺得他們很自信 可是因為我就會發現很多 所以我們用傳統的概念說 你只有考試好 你一定才夠棒 我們用這樣 這樣子標準來看 很多天商的孩子的時候 他們是沒有信心的 所以第一個是 我們要有多元的價值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其實要帶給他們 即使是學業成績上 一點小小的滿足感 我覺得那個都是很重要的 對 所以我就說M化這件事情來說 如果我們只用一套價值來執行教育體制 教育的話 他一定是十敗 好 我一定要在這裡打足 因為十點了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會有一些 關於十二年佛教的討論 找不同的專家來討論 所以也歡迎大家來參加 那下禮拜 下禮拜三 有一個哲學哲學集蛋糕的活動 就是看 如果透過哲學來討論一些基本的問題 或我們生活日常生活有關的問題 也比較像是哲學普通讀物的那種 層次的方式 那第二個呢 就是下禮拜 我們大概也是會放一部紀錄片 那個紀錄片是關於陳鈺欽導演 他關於公民不服從 這幾年來的公民不服從的一個紀錄片 然後他沒有辦法過來 因為他快要生小孩了 但是他也盈獲我們 讓我們可以直接讓我們找兩位與談人 一起來跟大家分享公民不服從這部影片 然後非常歡迎大家繼續留在這邊 然後我們也會繼續放後面後半部的影片 然後如果你們有意願的話 可以直接找台上的兩位去跟他們討論 可以把他們參助 那也歡迎大家這裡彼此互相的交流 我們可以在這裡帶到兩點 謝謝大家 也請大家在這裡掌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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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